台北市卫生局公布市售食品中增俊毒素抽验结果 共计抽验30件产品 其中挂包店老翁家使用的花生粉 被验出黄麴毒素及总黄麴毒素超标 卫生局已要求下架 同时追查源头 依法可开罚业者新台币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罚还 那我们这一次的抽验 抽检的产品总共有30件 包含了花生制品 骨类、辛香料、玉米制品用制品等等 我们检验了产品中的黄麴毒素 其中有一件花生粉 有剪出黄麴毒素含量超过了标准值 以及总黄麴毒素也超出了标准值 那我们这产品呢 我们已经依12-41条 规定请办售业者下架了 那同时我们的违规产品 也依请了制造商和卫生局 来进行源头的查处 那如果经查证属实的话 我们可以依神案法第17条 以及第48条规定 然后请办案业者能够限期改证 近期不改证的话 我们可以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 3百万元以下的罚还 那我们是以市售产品的现状 去做一个检验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说 我们抽验的时候 它的产品就是不符我们的金融标准值 所以我们会做进一步的理清 到底是说我们的产品本身 在制造上面的问题呢 还是后端保存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请 小管卫生局再进行 进一步的理清跟能力查证 卫生局表示 黄麴毒素具有肝毒性 大量食用会引起肝毒性发炎 肝出血及肝细胞坏死 黄麴毒素主要就是黄麴菌 及寄生酶菌所产生的 二级的代谢产物 它具有肝毒性 那大剂量的食用的话会产生 肝毒性的发炎 肝出血肝细胞坏死 经常会污染像花生 玉米米米麦等等坚果类的作物 那因为台湾是属于 湿热的气候 刚好适合这种黄菌的生长条件 那如果食品保存不当的话 就容易净死被黄菌入侵 而污染产生毒素 那我们也会提醒消费者 我们在购买相关的产品的时候呢 也要选择我们心理良好的一些厂商来做购买 另外呢 我们要确认下购买之前包装要完整没有破损 那同时呢 我们购买之后 开工之后产品要净宿的食用完 同时呢 我们也在提醒食品的业者 我们在管理食材的原料的时候 要采先进先出的原则 来管理食品的原物料 那以维护消费者食用的安全 及自身的商品 卫生局提醒消费者购买花生制品 米谷类等产品时 应选择心育良好且卫生的厂商 购买前先确认产品包装是否完整无破损 开封后保存于干燥环境 避免受潮发霉 产生毒素 危害人体健康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请多谢观看